你 麻烦韩总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了 别忘了你是给谁打工 你 那你把我也开了吧 那你拿什么提我的房租 还有可乐看病的钱 我 开车 去哪 我可以不换掉楚慕 你也不用支付房租 用什么交换 脱衣服 脱衣服 换上这个跟我去个地方 现在 在车里换 自己是女的 我也不会看 换进发 又不是没见我 还真是随便 我要是不随便也不会给你生 好久都没见你 你最近去哪了 跟你没关系 学人可真快乐 很期待仲小姐能够参与只想和你宅一起的改编 我也很愿意 期待跟您合作 嗯 这里啊 董事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好 谢谢 你好 我是 怎么是你 你 因为天宇传媒刚被东升集团收购了 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带可乐看病 难道不是因为触摸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再给你个机会 留在我身边 韩总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想再和韩家扯上关系 以前的事 我都不及了 怎么 是觉得我是残疾 比不上一个靠身体吃饭的奶狗 还是弟弟更能喂饱你啊 你混蛋 我才敢接受 没敢动伸手 你像生活才操了了 我的一口天空的手 你放开我 所以六年前你离开我就是因为他对我 所以可乐的父亲就是他对我 跟你没关系 你就跟你跟你有关系 韩哥来 你就会这一套 在荣誉上这一套为不忘你吗 放手 我问你 你很在乎触摸吗 对 那我也告诉你 我能为了说 我去保护你的孩子 你没有着 我也不是他 世界态的渺小的我 走不顽固的 辗转 让街道在等雪花浪在等下 果然呢 生过孩子的女人身体更加柔转 对男人更有心理 除我对你有这么回事吗 滚 滚 可知道没有雪花 云没有家 我也不是他 世界太大 渺小的我 走不顽固的 挣扎 想吃到在等雪花浪在等下 爱在等方下 他这么恨我 如果知道可能 我想 谁都不能从我身边躲就可能 绝对不行 我传过的粉纹还少吗 过阵子就消了 这次不一样 还有你最好跟我老实交代 不然 等狗仔挖清楚这个路人女友了 我们可就 要死啊 下车 干嘛 我有事 fine ok 你有事 一天全天下就你最忙 大忙人 我走 我跟你说 你最近安稳点 知道了 喂 你在哪 我去找你 什么事这么着急 可乐还在医院呢 今天你先别去医院了 我已经安排助理去帮忙照顾一下可乐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吗 医院门口有很多高彩 我们被偷拍了 我怕你过去没办法应对 我先送你回去吧 东拉哥哥 你是没张手敲门吗 哎呀 对不起嘛 我是听到那个宠墨的八卦太激动了 东拉哥 你看到了吗 那个钟灵和宠墨被拍了 这个钟灵还真是厉害 一把年纪了 还能勾搭到那么红的巨星 他那个儿子 不会就是宠墨的吧 当红巨星的私生子 还是和大自己五岁的姐姐 这么大的瓜要是爆出来 这个宠墨 前途不就毁了吗 偶像塌房 还有这么多代言在身 撑过他们公司赔的 不过 咱们东升集团投资的这个新项目 才签了他做男主 东拉哥哥 你说 我们要不要把控一下媒体 帮一下他和钟灵啊 他们既然敢做 就不应该怕被包裹 我得不到的 谁也想得到 你就住这种地方 怎么 当上了大明星 就看不上我们普通人的豪宅了 不是啊 我就是觉得 明明已经找好了 环境更好的地方 可是你却 我们是来看病的 又不是来旅游的 再说了 以前我们挤在奶奶家的时候 不也挺开心的吗 也对 钟灵姐 我想我奶奶了 你好久都没叫我姐姐了 这么紧啊 少林 站住 我的项链呢 我的项链呢 让你跑 住手 阿姨 找管闲事行吗 我刚刚已经报警了 而且我还录了视频 你们有什么事 去跟警察说 算你走运 你没事吧 行 我的项链 我的项链 醒醒 醒醒 这是哪儿啊 音乐啊 看不出来吗 你 项链 我的项链呢 项链呢 孕妇注意一下情绪 你太激动了 对胎儿不好 孕妇 谁说的 不是吧 人医生检查出来的 看不出来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 好了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你快上去吧 他说实行 我不方便 好 那你路上小心 好 拜拜 拜拜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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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你 哎呦我说就是你吗 你看看 不是我 哎呀就是你咋还不承认呢 你说你都跟着大明星在一块了 你怎么还住在咱这儿啊 哦你是被他给甩了呀 你说你这么人家这么有钱 你也不要点分手分杀的 哎我还没说完呢 哎哎 我呸 这高傲的不行 还不是被人玩玩的不行 不行 只想和你宅一起 是东升集团投资了上千万的电视剧项目 你是为男主 被曝出私生子丑闻 你知道会对流量有多大的影响吗 这孩子本就不是楚沫的 如果把娱乐导向给钟灵未婚生子 楚沫只是因为可怜他 给予一些同情的帮助 我想粉丝会站在楚沫这边的 不行 不能伤害钟灵和可乐 你给我闭嘴 可乐本就不是私生子 既然大家那么关心我和钟灵的关系 那不如直接关心 嗯 走吧 我去干嘛呀楚沫 楚沫 你是作者啊 理应在发布会现场 可是那些娱乐记者肯定会抓住我们的绯闻不放 我可不想可乐在电视上看到 就是因为那些绯闻 你才更应该和我们一起出血 不然还让他们以为我们怕 可是 楚沫说的对 我给钟小姐准备好衣服了 快去换吧 呀别怕去吧 自信点 有我和楚沫在 加油哦 我可警告你 别胡来 公司花这么多年心血捧你 可不是让你二十三岁就成家生子的 知道了 总之明天的热搜就不劳公司辛苦了 钟灵 完了吗 走吧 哎 感谢大家参加《只想和你摘一体》天使发布 这是韩式投资天鱼传媒的第一部语视作品 我们将竭尽全力打造 并且 邀请人气与实力兼备的引力楚沫 担任男主 原著作者朱灵小姐担任编剧 请问钟灵小姐是靠着男友楚沫签约的吗 不好意思 我和楚沫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请问被拍到这么亲密的照片怎么解释呢 有这偶像未婚生子 还是抛夫妻子 这么大的丑闻如果坐实 难道不怕影响票房吗 还是东升集团会追究吗 对啊 东升集团对匪文影响也不在乎嘛 大家不要因为网上的造谣断章取义 拼凑事实 钟小姐的儿子跟楚沫关系如此亲密 你又怎么解释孩子的父亲呢 东升集团会因此解约或者撤资吗 还有 既然大家都是不关心 我和钟小姐的匪文 那么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宣布 不会 这是 韩总 这是 东升集团少董 韩东来 我再重申一遍 只想和你宅一起这个项目 我们东升集团不仅不会撤资 而且会追加资金全力打造 也期待隐蔽楚沫对角色的宣誓 关于北温的成心呢 东升集团很重视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特邀援助作者钟灵小姐 参与到项目之外 对各位主创人员予以指导 更加了解漫画角色 所以钟小姐和楚先生的接触 完全是工作需要 那这个丑闻 哪来的丑闻 谁敢再造谣声势 有损主创人员形象 导致项目利益受损 我们东升集团 必追究西方律则 东莱 韩总 韩总 你不是说要放弃这部漫画的版权吗 当红影帝和人母漫画家的绯闻 霸占了一周的热搜网 这么大的热度 连前期宣发的钱都省了 这笔账对我们东升很划算 怎么能白白老飞 总之 还是要谢谢你 这解释 我和钟林都要谢谢你 我想韩总发话 那些娱乐新闻不会再继续了 白清自己的位置 我并不是在帮你 既然热度已经够了 这场桃色闹剧就到此为止了 等一下 你来腿 我 钟小姐有意见 请让开 韩总慢走 钟 还钟什么呢 这次要不是韩总出面 一个就完蛋了 谁叫他帮忙了 你跟那个钟林 最近赶紧避嫌 不能再私下见面 我 可乐告诉姐姐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蜂的 姐姐就把这个好吃的糖送给可乐 好不好 你明明是阿姨 阿姨就阿姨 不可以 我不认识你 怎么不认识啊 我们不是在韩叔叔的公司见过吗 不是叔叔 是帅爸爸 不是好歹的小学孩 告诉你 韩叔叔是我们公司 不是你爸爸 坏阿姨 可乐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 可乐 妈妈 可乐不喜欢这个坏阿姨 可乐乖 妈妈在呢 不怕不怕 可乐哥哥 你可以陪我一起下楼玩吗 可乐 哥妹妹下去玩玩玩具 妈妈待会来找你 好吗 好 小心 好好看呀 环境不错嘛 VIP病房 都来安排的 还是那个宠墨 不关你的事 我们也算顾交 按理说孩子生病了 我也该来看看 这么可爱的小孩 要是过早要求了 也太可惜了 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给儿子看病 那你六年前的承诺呢 你说过永远不见东来 六年前你也答应我会治好东来 为什么他现在还坐轮椅 再见到他只是个意外 我并没有想和韩家 还有你扯上任何关系 最好是 不然的话 那么可爱的儿子 可觉我也想 终于 我警告你 你怎么搞我都行 你要是敢碰我儿子一分一毫 我就和你拼命 初恋你敢 六年前 我倒想问问你 你约我去山里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又那么巧被关在屋子里 东来因此受了伤 你和东来从小一起长大 你怎么忍心看他成团结 不是 我只想让你死 我没想害东来哥哥 我只想让你死 东来 我 果然是 是我又怎么样 有人心你吗 这六年是我陪着他是我 东来哥哥是我的 我的东西 烂了碎了破了也是我的 别想跟我讲 我 我不会揭穿你 我这次回来 只是为了和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 只要以后你不打扰我 我就不会揭穿你 你走吧 提醒你一句 做过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痕迹 真相大白 只是早晚的事 汤人 钟阿姨好 乖 可乐呢 可乐和旧兵在楼底下玩呢 你看 旧兵 是他 帅爸爸 不是 现在还是韩叔叔 韩叔叔 我给你说个秘密 什么秘密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你能来接我吗 可乐 妈妈 又乱跑 我去给你搬救兵去了 那你是怎么搬救兵的呀 打电话 下期跟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他来找他父亲 刚好碰到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时间也不早了 韩总请回吧 我和可乐就不麻烦你了 妈妈你想不想坐小汽车 小汽车 还叔叔的小汽车 不好意思 可好玩了 还叔叔 开车 可乐别闹 遵命 放下去 可乐 撑 我追上你们了 看我多快 你笑了 六娘了 对不起 多买了 滚 什么事都办不好 废物 六年前是你拖不住的 现在又因为你这个男人坏了事 要不是你脸蛋和身材让我着迷 你 就凭你这点钱 你凭什么用我这么多年 啊 不就是男人吗 你那个残废男人给不了的 我可以给你 怎么样 林大小姐 别动 说 你说你是不是想要 是不是想要 被我说中了吧 求我呀 你林大小姐求我的话 我怎么敢不听 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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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放开我 美金 那个女人地址我知道 就按你吩咐班 老板 可乐快点啊 一会天该黑了 妈妈 妈妈 我们能不能等一下呀 怎么了 出院还不开心啊 我想等韩叔叔 可乐 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韩叔叔又不是爸爸 我们不能总麻烦人家 知道了吗 妈妈别生气 可乐知道了 哎呀 出院了 出院了 来 妈妈给可乐布置的新家 可乐肯定会喜欢的 有大汽车玩具吗 那当然了 房东大姐 你这是 别进来别进来啊 这孩子 你干嘛 我跟你说啊 这房子我不送给你了 赶紧走 那怎么行 我们可是签了租房合同的 我的房子我做主 我 你干 看着人魔狗羊 一点不坚定 害自己生的野种 也得脏病吧 你说什么呢 可乐不脏 可乐很爱干净的 可乐乖 咱们不听这些坏人说话啊 干他们废什么话呀 赶紧把这些脏东西给我烧了 好 你别过来啊 要烧是吧 行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反正也是你家房子 你个臭婊子 你 没事吧 韩叔叔 有人欺负可乐和妈妈 别怕 韩叔叔在呢 可乐 有没有受伤 妈妈看看 来了个瘸子结巴 想出风头的 你这烂舌头 不要也罢 牧尘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我出人面子 大家快来看一看啊 救命呀 你们吵什么吵 我去看 你干什么呀 我们是签了租房合同的 有房子的使用权 今天你们私闯民宅 还毁坏他人财产 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还有 这个不干净的地方 我们也不想住 可乐 妈妈带你走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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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算了 把这人赶走了 咱钱也到手了 救你花朵 进不去 茶 水 可乐 跟叔叔去取车怎么样 好 去吧 周小姐 那就麻烦你 照顾一下上语了 嗯 怎么 跟我没话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哪 我 忘了 我们韩少爷总有办法 想不到这么多年了 你生活过的还是一段糟 你 你说怎么这么病 可乐在哪 我 去找一下可乐 今天 又要谢谢你了 不用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可乐 毕竟可乐他爸爸楚沫 不方便出面 孩子挺可怜的 楚沫不是可乐的爸爸 那是谁 跟你没关系 时候也不早了 我先去 那你说什么跟我有关系 还是说我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就像你六年前离开时那样 你像生活 才擦亮了 我的天空 六年了 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我在问你他今生父亲是谁 仲林 六年前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真厉害 能把男人玩弄于苦涨之中 你随随便便生个孩子 他爸爸是谁都无所谓 你就非得说这么伤人的话刺痛我生 我说错了吗 那孩子不是你生吗 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你以为就靠这一句话 你就可以逃避所有现实人 那你为什么带这个儿子流落在街头 够了 别再用你的高高在上的态度指责我的生活 韩东来 这六年我和可乐什么样的苦 我们都幸福的一起过来了 为什么一遇到你 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 韩东来 你就是我的厄运 你就是我的厄运 妈妈韩叔叔 快上车车里很暖和的 好了乖我们不坐别人的车 走 妈妈带你回家 不嘛 外边很冷的 妈妈快进来 妈妈快进来嘛 妈妈上车 快上车 妈妈便就要屎不离了 睡爸爸的手还冷火了 妈妈把你打开我了 你会没有什么打算 今天晚上先找个酒店安顿下来 国际博览会正在进行 这么晚了空房不好找 总会有小旅馆是有房间的 可乐才刚出院 惊得起这么折腾 先住我能吗 你呢 不行 是我家闲置的一套房子 为了可乐先这么安 谢谢啊 这么多的谢谢 谢谢 你坏的门呢 还是这么大的 这是哪儿 这里啊是韩叔叔 这里是韩叔叔给可乐准备的新家 真的吗 今天晚上我要和韩叔叔和妈妈一起睡 快不行 不行 我们说好了啊 韩叔叔只能陪可乐一晚 好吧 好吧 我自己可以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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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 你们早点休息 可乐 好了吗 要睡觉了 睡觉了 韩叔叔睡觉了 可乐你慢点 小心韩叔叔的腿 对不起 韩叔叔你还疼吗 不疼了 你的药 谢谢啊 那我去关灯 妈妈 可乐 不玩玩具了 我们睡觉了 可乐乖快睡睡 等我把可乐哄睡着 我就 我就出去睡 好的 不想了不想了 睡觉了 什么硬东西 怎么办怎么办 不会吧 原来是可乐 怎么把可乐在中间给彻底忘了 太尴尬 怪不得都说单身太久会了 算了 不行 还是得出去睡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出去吧 该起床吧 醒醒 妈妈快醒醒 妈妈快醒醒 可乐 怎么了可乐 我想尿尿 妈妈带你上厕所 走 可是 韩叔叔在里面 没事 去窍门 走 嗯 韩总 韩少爷 东莱你在里面吗 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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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烫 怎么这么烫 可乐 妈妈 韩叔叔怎么了 可乐不怕 韩叔叔发烧了 可乐听妈妈的话 去给妈妈拿个毯子 好吗 好 东莱 东莱 毯子来了 可乐 你拿妈妈的电话 去给沐晨叔叔打个电话 让沐晨叔叔快点过来 好 东莱 东莱你一定不能有事 东莱 东莱 对不起 对不起 东莱 对不起 对不起 老 别走 别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东莱 对不起 东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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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已经退了 可能是昨天晚上在外面着凉了 六年前事故后 少爷的抵抗力一直都不好 我来照顾吧 我刚才煮了点粥 麻烦牧尘先生带可乐去吃个早餐 那就辛苦钟小姐了 可乐 走 帅爸爸 你如果再不行 我就把你的饭饭吃光光了 走了 或许我才是你的厄运吧 别走 什么 你说什么 别走 知道没有学话 云没有家 我也不是他 时间太大 渺小的我 走不完 妈妈 还说不行了 我 牧尘 我怎么了 少爷 您发烧运倒在浴室 一直都是钟小姐在照顾您 谁让她照顾 既然韩少爷醒了 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你了 可乐 走 妈妈带你收拾东西 还就这个态度对待恩人的 少爷的态度也不咋样 我 可乐 去把你的宝宝油拿来 好 可乐又怎么了 可乐想住在这个家里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家 这是韩叔叔的家 韩叔叔那么喜欢可乐 韩叔叔不会赶走可乐的 妈妈 我们能不能留下来 可乐想住在这个家里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家 这是韩叔叔的家 韩叔叔那么喜欢可乐 韩叔叔不会赶走可乐的 妈妈 我们能不能留下来 可乐想留下来吗 可乐想留下来 照顾韩叔叔 韩叔叔能不能不要赶可乐和妈妈走 这就是可乐的家 太好了 开桌 可乐 可乐你慢点 可乐 如果这年事留下吧 少爷最近是你这么虚弱 我如果把他带回去的话 夫人一定会骂我的 可是我还要给可乐找幼儿园呢 已经安排好了 附近的幼儿园 过两天就可以去安排入学了 这 不太好吧 韩叔叔 妈妈是不是不会走了 可乐不走妈妈就不会走 所以可乐一定要坚持住 嗯 老公 叔叔你生病了 妈妈都哭了 是因为你也会死吗 怎么会呢 叔叔很快就好了 太好了 可是可乐会死掉的 你在瞎说什么 真的 我总去医院 他们都这样说 听说人死了 能变成天上的星星 不知道星星能吃棉花糖吗 可乐真的很喜欢吃糖 但是医生不让我吃 我每次偷吃都会把妈妈惹哭 可乐不想让妈妈哭 乖 叔叔不会让可乐死的 可乐不怕死 可乐怕死了 就剩妈妈一个人了 告诉你啊 这个笨妈妈 她总是忘带钥匙 忘带手机 真让人操心 原来都是可乐 一直在照顾笨蛋中林啊 那当然 我可是男子汉 当然要保护我的女人了 谁叫我没有爸爸 如果我有爸爸的话 这样妈妈就会有新的孩子 等可乐不在了 妈妈就不会伤心了 所以你才一直想找爸爸 对啊 你的脸 我经常在妈妈的话册里看到 你肯定是爸爸 所以你能答应 帮助可乐 照顾伴妈妈的 对吧 对吧 你个小大人 东来这两天没有回家 在忙什么呢 饼刚夫人 少爷 一切都好 伯母是问你 东来哥哥现在在哪 和谁在一起 我去公司几次都没遇到他 快说 东来过两天就要手术 这万一有什么闪失 你担待得起吗 少爷 由钟小姐照顾着 什么 他怎么又跟那个寡妇在一起 我想少爷 也不愿意听到有人这么说钟小姐吧 伯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 夫人 这都是因为 钟小姐的房东受人指使 把他们母子赶出来 钟小姐才签约听语不求 少爷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员工 流落街头不管吧 受人指使 对 我正在调查 好了 只要把少爷照顾好就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那伯母你好好休息 站住 管好你的狗嘴 看清楚 谁才是你未来女主人 麻烦让一下 钟灵 你太过分了 是你太过分了吧 当年是你口口声声说过林态 六年后也是你说不想和寒假有纠缠 现在呢 你居然和他站在一个屋子里 你又有什么立场来说我 起码这六年是我陪着他 对 但是你真的照顾好他了吗 你一天到晚只知道打嘴炮 东来的身体情况你真的知道吗 你果然是回来和我抢东来的 你说是就是吧 钟灵 我告诉你 就算我不过问 伯母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最好赶紧让东来哥哥回家 那是他的自由 跟我没关系 夏希来过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韩总是不是该回家了 你不用在乎他的话 我觉得他说的对 你 你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 Judith 这 alguien 问你 去你 就 Florida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东莱哥哥是不是快回来了 快了 那太好了 下午我陪人去逛街 韩是我们小夕 听说韩夫人已经向邻家提亲了 据了解韩少爷还在国外 请问他本人之情吗 我和东莱呢一直都很低调 伯母和我父母也是故交 所以我们两家一直走得比较近 所以订婚的事情是真的吗 不然呢 过几天就是我的寿宴 东莱呀也会回来 那个时候啊 自然有好消息给大家宣布 据闻韩少爷六年前曾定过婚 请问韩少爷当时的未婚妻是林小姐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样式 麻烦让一下 不好意思啊 喂 我发过去的新闻稿 你收到了吗 我说 to be a big 不长眼啊 住手 救命啊 有人吧 管好你的嘴 据了解东升集团总裁韩东来 与仁岸院院长之女林下席川出婚逐 据悉两人青梅竹马韩总 韩叔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可乐都想你了 很快了 可乐要乖哦 你答应做可乐的爸爸 不许反悔哦 那你要听话啊 嗯 可乐快出来 可乐也乖 韩叔叔也乖 妈妈叫我 拜拜 可乐 快看谁来了 楚慕哥哥 可乐 楚慕哥哥好久都没有来看可乐和妈妈了 是不是很想我呀 必须的 啊 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啊 喜欢吗 喜欢 去玩吧 嗯 慢点 外面是不是有很多狗仔啊 放心 而且只想和你宅一起这个项目 马上就要开机了 我们本身就要密切接触工作的呀 嗯 今天非常高兴你们来参加我的寿宴 请 今天寿星气色不错呀 而且越来越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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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伯母 生日快乐 现在这小夕啊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哪不都得益于我的爸爸妈妈帮我养得好 你臭丫头 这样 以后还得麻烦寿星帮我养了 嗯 那要看这个小丫头啊 愿不愿意听我这个婆婆的话 听 我肯定乖乖的 怎么不见东来呢 应该在路上了吧 这什么场合啊 怎么这么多人 我妈的生日宴 祝韩夫人 青春永祝 谢谢 谢谢 有这么多朋友啊 参加我的生日会 我这老太婆啊 就足够了 什么老太婆呀 您皮肤比我都好呢 听忘了 上次咱们去逛街 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几妹妹 哎呦 这丫头啊呀 下戏这小嘴巴呀 可真甜 所以说呀 还是生女儿好 你们两个真有福 哎呦 不像我那个儿子呀 给我亲生都迟到 哎呦 我们家这小棉袄 不是马上要给您穿上了吗 妈 对对对 林小姐和韩少爷真是般配啊 今天这可是双喜啊 对对对 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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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哥哥 这什么场合啊 怎么这么多人 我妈的生日业 什么 继续推 这个是谁啊 好漂亮啊 听说韩家今天要宣布跟林下戏的婚姻 这韩少爷怎么带了个女人来 有好戏看了 你怎么才来啊 林医生 李夫人好 妈 生日快乐 这是我和钟林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韩夫人生日快乐 你怎么把她带来了 不是您让我在生日夜会上成双成队出现的吗 所以我就带了个女伴 林小姐没有带男伴吗 韩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 这 妈 请问韩总今天要宣布订婚的对象到底是林小姐呢 还是这位女士啊 你看呢 并没有订婚的消息要宣布啊 不好意思啊 这边请先约下晚餐 可是韩总 这边请 这边请 你也这边请 伯母 你们韩家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小溪的吗 哼 想起来 六年前就是因为她 东来取消了 和我们小溪支付为婚的婚约 林医生 林太太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东来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取林小溪 和谈拒绝 东来哥哥 你太过分了 小溪 韩夫人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 阿姨 生日快乐 曼莉啊 这么多年没见 长成大姑娘了 那我以后就常来看阿姨 别骗阿姨啊 一定不会的 那你们先聊 周玲 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好啊 林医生 我不知道今天会是这种情况 放心 我摘你这笔 谢谢 我们的脸面抱在哪 林医生 林太太 这件事情啊 我一定给你们一个说法 算了 我们先告辞了 走 你故意给我做对事吗 是吗 你跟我的这个 喝点东西吧 谢谢 钟小姐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那你们聊 不管你和东来是什么关系 现在韩家给我们小溪提了亲 希望你以后自重一些 林医生不必威胁我 一如威胁病人一般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医生最基础的医德 是不可能威胁病人的 哦 是吗 那六年前 六年前东来受了伤 我连夜赶回来手术 竟最大的努力保住了他的腿 我问心无愧 倒是你 走得也太是时候了吧 林医生有消息在说话 怎么不说话呢 不好意思二位 我还有事 先走 你来这干嘛 轰动全程的韩家生日宴 凑着热闹 这身衣服还合适吧 我告诉过你 你要在公共场合出现在我面前 你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这么多天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啊 对了 那个嘴臭的记者 是我帮你解决的 林大小姐 你连句谢谢都说 又不是我让你做的 哦 对了 东来已经在查了 你最好小心点 所以你要甩掉我是吧 这人是 我被关起来了 可以救救我吗 喂 楚慕 你得帮我一个忙 我年前给了你一大笔钱 你答应让钟灵消失 做到了吗 我让你毁了他和楚慕 你又做到了吗 连一个小房东都考不定 废物 废物 当时我说直接要杀了他 是你没赶 还非要制造什么意外 你别想害我坐牢 你别想害我坐牢 茶 让他们茶吧 反正事情都是你做的 和我没关系 大不了 你再进去一次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坐牢 不是你的奴才 我告诉你 我要是再进去 一定会带着你 你敢 别逼我 滚 都给我滚 都欺负我 我林夏希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毁蛋都是活蛋 这里 是林家的私人会所 韩叔叔来了 可乐好想你啊 韩叔叔也想可乐了 可乐过来 玩玩去 你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 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过是工具人罢了 韩总都和林夏希订婚了 还拉着我不放做什么 叔叔和坏阿姨订婚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知道了 昨天刚回国 订婚的事 是我妈瞒着我办的 跟我没关系 叔叔叔 你把妈妈惹生气了 是 可乐知道怎么哄妈妈吗 有办法了 还叔叔叔 妈妈每次不开心 都用这个本本画画 可乐偷偷看过哦 好 还叔叔看看 可乐 几点了还不睡 快去洗漱 哦 韩总 你也该回去 我的画册 你说你的就是你的 这里面画的都是我 不是你 人不都长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你凭什么说是你 像他的人多了去了 谁叫你乱发人家东西 说什么 我说我们该睡觉了 韩少爷请回吧 我今晚不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侮腻我妈拒绝婚约 被赶出家门了 那随便吧 反正那个小房间也没人睡 明天去组要开机 我先去睡觉了 你笑什么妈妈 我没笑啊 来 妈妈帮可乐换衣服 能不能叫上韩叔叔 一起睡觉的 不行 睡觉喽 睡觉喽 放开他 放开他 扛 回放 谢谢 没事吧 再来一条啊 大家辛苦啊 走 导演 这剑拍了二十多遍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节奏和情绪上 还差了一点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 剧本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段 您是演员 只负责看剧本演戏 您是资房 在片场真是点点也不合适吧 我就奇怪了 你们东升集团这么闲吗 这半个多月 韩总您天天跟着 导演 现在演吗 大家辛苦 再来一条啊 顾问呢 周小姐 我对本子有疑问 周小姐 怎么了 一个顾问不在场 一个老本子倒戏 不好意思啊 韩总让我去拿一些重要的文件 现在到哪一场了 楚墨 楚墨 怎么了 腰怎么了 我记得这场没打戏啊 是不是韩东来他又 你看 楚墨受伤了 还怎么演 整个组休息三天 我没事 好 提前收工 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走走走 这才开机半个月 你就不能离忠灵远一点 至少等到杀金之后再说 我跟忠灵正大光明呢 有什么好避讳的 对 你跟忠灵是正大光明 但是他跟韩东来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我看得出来 忠灵对你 就像是对弟弟 我自己有分寸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怎么样 没事 你们聊吧 我先去卸妆了 辛苦了 对不起啊 又不是你的错 韩东来是想整我 所以连累到你 你都忘了咱们是怎么相依为命的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啊 是啊 你不提醒我都快忘了 现在的大明星 以前可是我小弟呢 我可不是弟弟啊 行 不是 你和曼丽 她是我的前辈 更是我的朋友 我能有现在 多半靠她的体靶 我把她当姐姐 姐姐 像我一样 不一样 我没把你当姐姐啊 钟灵 我对你 对了 可乐该放学了 我先回去看可乐 你好好养伤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啊